流动资产 通常指的是一年内可以变现的资产 其中包含了现金及约当现金 短期投资 应收账款 存货等等 固定资产 在会计学中指的是 企业用于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 或为行政管理目的而持有的 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 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 无形资产 由特定主体所拥有 没有一定形态 不具实体 但可以构成竞争优势 或对生产经营发挥作用的 非货币性资产 例如智慧产产权 特许权 品牌 人力资源 客户资料 企业文化 专案等等 都可以算是无形资产 现金 在经济学上指的是实体纸币和硬币 在金融学上指的是可流动形式的货币 也包括纸币跟硬币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有价物品 现金是较直接方便流通的物品 但也有随着物价波动而增减值的可能 存货 又称库存 企业为了营业活动所购买或制造的商品 才能记录存货科目中 否则必须记录其他的资产科目中 企业存货具体包括 原材料 再产品 半成品 产成品 商品 周转材料等 流动负债 又称短期负债 是指一年内到期的负债 或者基于教育目的而持有的负债 非流动负债 又称长期负债 一般是指到期日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融资借款 例如期间在一年以上的银行借款 应付公司债等等 一般而言除了还款期长之外 长期负债还有金额较大 利息较高的特性 应付账款 代表公司有义务偿还期债权轮或供应商的短期债务 一般来说是指奢购货品或先享用劳务等所发生的债务 且此债务并未以其他书面承诺 应收账款 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 应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 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 包括应由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负担的税金 代购买方垫付的各种运杂费等等 应收票据 是指企业持有还没有到期尚未兑现的票据 应收票据是企业未来收取货款的权利 将应收取的货款金额 以书面文件形式约定下来 受到法律的保护 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是一种债权的凭证 债券 是发行者为了筹资资金而发行 在约定的时间支付一定比例的利息 并在到期时偿还本金的一种有价证券 有担保公司债 发行公司运用担保物或担保人等特定的财产作为抵押 用以提供信用保证的债券类型 无担保公司债 以发行公司本身在市场上的信誉作为保证 不另外提供担保物或保证人的债券类型 股东权益 是指股东实际拥有公司的资产 也代表公司的身价 当把公司所有的债务还清 剩下的资产就是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也可以称作净值 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资本公积 又称为额外实收资本 代表股本的价值高于面值 也就是额外投入的资本 投资人支付高于股票面额的资金 保留盈余 是指公司赚取的历史利润 减去其过去支付的任何股息 由于这些收益不是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的 而是由公司保留的 因此当公司亏损或支付股息时 保留盈余会减少 而当创造新的利润时 保留盈余会增加 保留盈余会增加